大家好,相信很多朋友都认识这种野菜,但是没有吃过,它的营养特别的丰富,一旦发现了,可不要错过药。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做法,不蒸不炒也不煎,一天吃三次都不腻,清凉解熟,味道棒,做法简单,一圈三连求个关注。 今天去我家小菜园里,又挖了这么多新鲜的麻齿剑,把大一点的麻齿剑分为小队,顺便把里面的干叶子和烂叶子摘干净。 处理好的麻齿剑放到一个大盆中,里面倒入清水,下手洗掉麻齿剑表面的灰尘和杂质,洗了一遍之后捞出来,放到流水下面再冲洗一遍。 接下来锅中下水烧开,下面这一步也特别的重要,往里面放入适量的食用剑。 放入食用剑,能排除掉麻齿剑里面所含的草酸,几滴食用油能起到一个糊涩的作用。 少许的盐入个底味,这时候把麻齿剑放进来焯水,它能保住它的营养一点都不流失。 焯拌均匀,焯水的时间也不会过长,五六七八秒,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,绿油油的,现在把它捞出控水。 捞出来再放到凉水里面过下凉,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加的脆嫩。 放一旁给它浸泡五分钟,防止氧化变黑。 下面再准备几个白颜色的大蒜,趁它不注意的时候用刀背把它拍松。 最后再把它切成蒜末,切好放到小碗中,再放点红椒丁和葱花,再放66粒白芝麻,放上热油,激发出香味。 调味的时候放入适量的食用盐,适量的鸡精,两勺生抽,适量的蚝油,一勺四汁辣椒酱,一勺蒸鱼吃油。 泡拌均匀,一道万能的灵魂料汁就调好了。 然后把泡好的绿豆凉盆和麻石剑倒在一起。 然后把料汁淋在上面,哇,连空气中都是香味。 泡拌均匀,美味继成,翻上桌就可以开吃了。 这样凉拌的麻石剑和粉皮,真的是比大鱼大肉都好吃太多了。 我已经馋的口水从眼角都流出来了,先来替大家尝一下。 入口麻石剑清脆爽口,粉皮爽滑劲道,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。 这样凉拌的麻石剑,吃起来也没有酸味。 吃一口根本让您挺不像筷子。 喜欢的朋友,您也收藏起来,做给家人尝尝吧。 关键做法简单,好吃还不花钱。 好了,今天用麻石剑野菜为大家分享的美食就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出去,让更多的家人都能学会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